说到了切尔西这支昔日英超豪强 在经历了换老板闹剧之后 成绩也开始一蹶不振了 球队从上赛季的疯狂演员到赛季结束后 欧连资格都拿不到 到本赛季换上了薄切蒂诺后再次大手比演员 但球赛新赛季开局依旧不太顺利 本场比赛切尔西再次0比1输给了森林 球队的进攻问题还有整体发挥 也遭到了球迷们的疯狂质疑 要知道这支切尔西的全队身价都高达10亿欧元了 但始终在英超赛场上打不出来应有的统治力 而切尔西也看清了球队上赛季 东窗花费了1.2亿欧元购买的 标王恩佐费尔南德斯了 当时在世界杯上拿到了最佳新人奖的 恩佐身价也直接标到了1亿欧元 但黄马曼城曼联等球队也都是保持观望态度 并没有真的直接砸重金抢下了恩佐 毕竟他也是就日一个才登陆欧洲联赛半个赛季的新人 世界杯上的意识发挥 不能够证明他完全是适合好门球队 但当时病急乱投医的切尔西也管不了那么多 直接用1.2亿欧元的标王价格签约下来的恩佐 为他开出了7年长约后 也确定了他是球队未来核心的这个事情 但这位被当作了球队核心的队员 加盟切尔西27场比赛依旧打出了一球两助攻的数据 如果说数据不能够完全反映出来实力 但恩佐带队的成绩也非常惨淡 上赛季的切尔西直接奔着降级区区了 行赛季目前位置也仅仅是拿到了4分 后面继续低迷那也是奔着降级区区的 而切尔西也应该看清了这位1.2亿欧元的混子巨星了 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 很大原因是他吃到了梅西红利 在梅西身旁踢球确实会让他的表现更加出色 到了俱乐部需要独自承担核心作用 他完全去不如皇马花费1亿欧元买下来的贝林恶姆了 切尔西自从变成土豪球队之后 一步一步完成了蜕变 阿布时代成就了欧冠两冠王 然而在阿布被逼迫离开之后 切尔西出现了巨大的颓势 柏利从阿布手里接过了切尔西 并且保持高位投入 但是高层管理团队和一线队全面重建之后 球队底运彻底丧失 与刚成立的球队没有太大区别 因此柏利没能够在高投入的情况下 帮助切尔西取得好成绩 2023-24赛季切尔西更加疯狂 在下窗投入4.6亿欧元饮员 结合去年夏天和本年度初的 两个转会窗口的饮员费用 切尔西最近一年左右的时间狂砸 大约10亿欧元的转会费 补尽了一批溢价严重的球员 包括穆德里克 恩佐 坎塞多 库库 雷利亚 福法纳等人 一波豪购 欧冠两贯豪门 切尔西闹出了笑话 成绩与投入严重不匹配 连保级队伍也踢不过 北京时间9月3号凌晨 英超第四轮切尔西在主场对阵 保级队伍诺丁汉森林 在场面优势巨大的情况下 0比1爆冷输球 诺丁汉森林由埃兰加完成破门 切尔西的标王 凯塞多变罪魁 15送大礼 切尔西主帅布奇蒂诺 此一使用了3421的阵型 亚克松出任单箭头 恩佐斯特林搭档双前腰 奇尔维尔 凯塞多 加拉格尔 古斯托 搭档四中场 科尔维尔 帝亚哥 帝亚哥 帝尔瓦 迪萨西 搭档三中尉 门将 罗伯特 桑切斯 首发阵容的得转身价 转到4.21亿欧元 诺丁汉森林 也踢3421 首发阵容由 阿沃尼伊 达尼洛 布吉斯 怀特等人领先 阵容身价只有1.64亿欧元 上半场 奇尔西攻势如潮 但是 把握机会能力不佳 没有太多有威胁的射门 未能改写比分 下半场比赛第48分钟 奇尔西中场送大礼 凯塞多 致命失误 诺丁汉森 完成中场抢断 阿沃尼伊 直接助攻 埃兰加 单刀 推射破门 奇尔西 0比1落后 比赛第83分钟 奇尔西有机会追平比分 但是斯特林 下底横喘 造空门被浪费 雅克松近距离空门 直接打飞了 奇尔西 0比1 爆大冷 输掉比赛 全场比赛 奇尔西控球率高达76% 与诺丁汉森林的 射门对比为21比7 射中比为2比3 最终0比1输球 此一输球 奇尔西出现了三大耻辱 第一 奇尔西 最近28年首次在主场输给了诺丁汉森林 上一场主场输给了诺丁汉森林是1995年1月 当时0比2输给了诺丁汉森林 第二 奇尔西下窗是全欧影员支出最多的球队 成绩却异常糟糕 四轮比赛只有一胜一瓶两负 直奔英超 降级去而去 目前已经低至第11秒 第三 下窗以1.16亿欧元转会费加盟 奇尔西的凯赛多沦为罪魁 球队本赛季两次应超输球 凯赛多均有致命失误 上一场1比3输给西汉森林的比赛 凯赛多直接送点 对于球队的糟糕表现主帅波切蒂诺有些无奈 他表示进攻端没法进球 导致输球 丢球是自己的失误所致 为球队这样的表现感到失望 这样的比赛我们本该赢球 英超联赛第四轮再次为球迷奉献了一场出人意料的比赛 奇尔西坐镇斯坦福桥球场本应是期待一场轻松的胜利 然而他们的对手诺丁汉森林却打破了这个设想 以1比0的比分击败的篮军成为这场比赛的最大赢家 奇尔西本场比赛的表现一直备受关注 他们在新赛季中表现得相当矛盾 取得一胜一品一负的成绩 而在主场作战的他们 本应该全力以赴争取第二场胜利 然而比赛一开始 奇尔西就未能展现出应有的进攻威力 球队的团队配合力也显得乏善可陈 尽管他们占据了控球优势 但却未能够创造出真正威胁对手的机会 而诺丁汉森林则采取了坚决的防守反击策略 奇尔西在英超联赛第四轮迎来了一场令球迷震惊的比赛 他们在斯坦福桥球场迎战诺丁汉森林 而最终的结果却让人难以致敬 这场比赛以1-0的比分结束 奇尔西竟然输给了英贯球队诺丁汉森林 这是一场真正的大冷门 奇尔西本赛季的表现一直备受关注 他们在转会市场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演员 力球在英超中有所作为 然而在这场比赛中他们的表现也让人大跌眼镜 尽管他们占据了绝对的控球优势 但他们未能创造出足够多的机会来攻破诺丁汉森林的防线 更令人担忧的是奇尔西的新影员凯塞多 在比赛中犯下了一次严重的失误 导致对手反击得手 诺丁汉森林则采取了防守反击的策略 并在下半场的一次反击中打入唯一进球 这一进球让他们成功地守住了比赛 奇尔西未能找到扳评比分的机位 此外 奇尔西的前场球员也未能够充分发挥多次射门 未能够击中目标 特别是在斯特林和亚克松的表现上令人感到失望 这场比赛让他们对奇尔西本赛季的表现提出了质疑 尽管他们在转会市场上豪值千金 但球队在比赛中的配合和表现仍然不够理想 这场失利提醒了球队和球迷 英超联赛中没有弱旅 每场比赛都需要全力以赴 奇尔西需要反思并迅速调整 以期待本赛季中有更出色的表现 旁边的算机